同样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房价居高不下 租金也是越来越高了 让不少的业者实在是租不起店面 不过现在呢 有房东跟房仲业者脑筋动得非常的快 想出了分割空间或者是时间的出租方式 来降低租金的负担 就好比说同一个空间呢 可以由多人一起来租 或者是以小时来收费 来使用空间哦 那么专家就说了 像是这样的租屋新招 也成功地解决了高房租的问题 逐渐成为了新的趋势 机器推出来 整组的剪刀梳子 法卷冲水椅 应有尽有 想创业的设计师 不用租整层过来就可以接客 但现在租金高到吓死人 真的有这么好康吗 最近在高雄就出现这样的租屋新招 一个月租金标一千块 抄袭金 原来这间店面是共享空间 分割成五个位子 刚创业的新人 只要租这样一个位子 预定时段 就可以自己开张 做生意 等于通个空间 由多人一起租 房租负担减轻不少 不用一开始要出来做 就要开一家很大的店 它可以节省固定的租金成本 时段租金就包含水电器具 可以周算 也可以月节 除了分割空间 另外也有房东 想出分割时间 去分租 同样应有尽有 只是这里变成厨房 调味白盘 想煮什么料理 尽情发挥 只要提早预约 租下时段 就可以使用 像现在这边的话 大概是平日一小时 八百 假日一小时一千 不同金额 可以使用不同时间 一小时收费 用多久就付多少 空间就算闲置 也不用多付费 同样成功解决 高房租问题 如果自己要 乘租一间办公室的话 可能发费要更多 所以这种现象 就越来越多了 高房价 高房租 房东重借 脑筋动得快 不论是分割空间或时间 民众接受度都很高 未来也不怕店面养蚊子 没人租 接着高雄赚不到